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疫情进展 沙老业今天新增加213宗的确诊病例 累计病例达到15176宗 沙老业的有条件行管令也延传到4月12号 沙老业灾难管理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表示 新增的病例当中,以明督鲁占最多,共有46宗 接下来是梅里39宗及施屋35宗 同时,今天有250个人全日出院 累计出院的人数达到12351人 今天新增加两个活跃橄榄群,也就是梅里的 Lauron Dessa Sanadin橄榄群以及西连的Batugon橄榄群 在西连的Batugon橄榄群方面,因为当地出现超过50宗的确诊病例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8号落实加强行管令 漫网区中业员Dr.Zerick叔叔今天通过YouTube发布一段视频时说 自己在三个星期曾经到访有关甘本及移交支票 所以这时候的他也必须进行隔离 他的两次检验结果都成阴性反应 他的下属的第一次检验也是阴性反应 另一方面,根据沙劳业地方政府及房屋部发布的灾阶月市集SOP 市集必须设在开放或者是有篱笆的地区内 每户家庭只允许两个人进入市集 每个汤位也只限3名员工 灾阶月市集从4月12号到5月12号举行 营业时间从下午2点到晚上8点 汤煮和员工必须在三天前进行检测 结果成阴性才能够参与 根据SOP,现场不准喷煮食物 食物必须由汤煮或者是员工来处理 顾客不能自取食物并直线打包 它是时候作为你的未来 所有你知识、设计、计划、计划、计划、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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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技术的技术 破坏,建立桂架 建立什么我们未来的名字 禁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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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禁忍状态 禁忍状态 禁忍状态 最后来自沙巴的青年为了偿皇欠大耳聋的1万令吉债务 不惜当毒贩的刨腿 根据警方的调查 现年31岁的嫌犯在去年11月9号来到古晋 他先是在古晋一间酒店隔离14天 从12月开始活跃当起毒贩的刨腿 警方毒品追案调查组警队 在本月24号早上9点 先是在斯都东路一间私人医院 展开埋伏行动 看到嫌犯手拿包裹 在附近的虫雷出没 立刻上前逮捕他 警方检查包裹 发现里面有18包 重约145克的冰毒 沙老叶警察总监达多艾迪 今天早上在撒马拉罕警察总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警队随后压着嫌犯到石脚组屋 某单位调查 期货95万5500令吉 相等于23公斤879克的冰毒 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房令 39B及15-1-5条文扣查嫌犯 同时或法庭批准还压嫌犯7天 一直到4月1号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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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